层次来比的话 大家对马英九 职证的恶感更强烈 那个跟连胜文 比那算什么 连胜文算什么呢 还不晓得民怨的来源吗 国内事业的贪腐 比连胜文大了多少 刘正宏刘正辞家的所作所为 比连胜文大了多少 还不了解吗 还不需要我们一一禁述 如果连胜文 连加班 真的让人家诟病的是 两岸关系 不正当的两岸关系 或是靠两岸中间游走 再赚大钱 这个东西我是觉得 台湾民众或许 更不能接受 更不能接受 所以包括江炳慧 08年 你马上就执政 你就用他做海经会董事长 谁用的嘛 马英九九啊 你不用负责任吗 你不用负责任吗 你现在把这干人等 通通送作对 我觉得马英九 如果还找不到民怨的来源 我还是那句话 你请一万个金股充来 都没有用 你只是晚上可以睡得 比较安稳一点 不用在越洋上电话而已 你好 现在看来这一连串 修理这个连赛 这个连胜文的 我们今天有两个来宾讲 看起来都是金氏的手法 光景讲得更吓人 他有什么 马英九是金小刀的人马 那现在到底谁在当中 金普冲自己要很小心啊 金普冲有什么好注意的 你们立法院连个黄世民都叫不出去 也对黄世民莫可奈何 我堂堂驻美代表 对不对 我干嘛去啊 你又能奈我何 而且现在藐视立法院的 又岂止是这个金普冲 你看立法院最近叫人去 人家都不去啊 就还说我不愿意去受你屈辱啊 是不是 所以啊 你能怎么讲呢 国会啊 已经弱化到这种程度 到底是国会议员 要自我反省检讨 还是说 其实是这个政治体制啊 故意把国会 污名化到这种程度 而透过党的力量 压制这些党籍立委啊 让他们没办法反映 真实的民意 那接着就是 完全可以自我操控 好 反正到说有问题 就堆给立法院嘛 好 让立法委员去擦屁股 那接下来 这个我们这些行政首长 每个看起来就是帅帅的 好 我记得 我大学有一个 有个算是老师吧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老师 她就一个女性 她就讲说 哎呀 她就是看得比较帅 就比较舒服啊 就公开讲啊 我觉得有一次 看得比较舒服啊 我就想打扫她啊 所以我们的这些行政首长 你看啊 马英九帅不帅 帅啦 虽然现在 秦医员说 她又老又愁 要处理一下 但是说实在 过去还蛮帅的吧 金普通算不算帅啊 尤其他以前 在铁人 粘铁运动的时候 穿着小三角裤 练肌肉 天哪 好多女性都看得 都觉得头晕啊 不是吗 但是 在这些帅的背后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好事 各位要冷静去思考 不要被帅 不要被那个表面的 这种文良公俭 让欺骗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你说郝龙斌 世家子弟 瓦英九 世家子弟 这些人家事良好 但是你告诉我 他们是凭哪一点 能够坐上大位 就是凭他们的家事很好 就凭了整个 成统的结构 连生文今天也一样啊 你告诉我 我真的觉得说 每个人都要自我布局 郝龙斌好歹也选过立委 郝龙斌 这个连生文是没有选过 没有选过议员 没有选过立委 没有实质上的 为民服务的绩效 而就能够当上首都市长 我也觉得 专门费改最好名的 就这些年了 真的是最好名的 我真的很羡慕 但是我们话再讲回来 金权政治是一回事 你说今天国民党自己内部在打金权政治 我也觉得好玩 因为国民党本身我说过 它是更烂的金权政治 但是呢 对我们来看 其实刚刚这个陈其脉委员所讲的 有一句话 大家听到了没有 知道这个民进党都还没有冒 都是你们国民党自己搞的 对 你可以看出来 这是国民党的内斗 这是国民党的内斗 其实从九月政争到现在 国民党还在搞内斗 你也不晓得马英九 到底是怎样 你政绩差 所以你就只好搞内斗 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吗 搞内斗来自于于人吗 好了 现在搞到不可开交了 才想把金普松请回来 我告诉你 周一透讲话是有他道理的 周一透讲话是有他道理的 周一透是金普松的 这个小孩的干妈妈 对不对 这个关系 这媒体大家都清楚的嘛 他说他老婆不高兴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周一透 我讲的话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看 马英九凡事就是想到 要把金普松请回来 在大大的问 好像只有金先生在旁边 他才会得到安宁 他才会 他才会 这个 对 才能 安枕了 才能睡得早觉 但是各位 你也不要因为说 马英九跟金普松帅 你就把他们 问乱体制的事情 就把他忽略到 金普松好歹是个幕僚嘛 但是你可以看出金普松 九月政争 金普松把台湾的政争 延续到美国去 这单单就这一点 金普松就该下台 但是你看看外交部改变怎么样 金普松在美国爱说什么 就说什么 这外交部长一句话都不敢坑 现在风传媒就今天讲了吗 连这种江一话跟李洪源 金普松还打电话回来 你可以看出来 真的是 问乱体制到极点 所以啊 没错 李洪讲的对 金普松不管摆在哪个位置 你看 一个台湾加油站 会把整个国民党的秘书长的位置 虚极化到极点 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台湾加油站 你以为金普松 真的这么神能吗 不 是金普松 让是马英九 让金普松有这种神能 而你说过去陈水扁时代 说乌书贞 什么两性共治 然后说乌书贞 其实还比陈水扁还有力量 是 但我们今天看起来 那如果说陈水扁要为乌书贞行为负责 马英九 今天你要为金普松的行为负责 不过金普松回来之后 马总就能够睡得比较好 其实我们在询言专访李敖大师的时候 他说金普松是他的司党 他对金普松非常的了解 而且知道马金之间 让他有很多的事情 其实他刚确实是大家都提到了 询言李敖就讲了 其实何必传对金普松回来 要接什么位置 反正他回来不管接哪个位置 那个位置都是最大的 我们来听听昨天李敖怎么说 认识马英九一个好朋友 叫他金普松 金普松是我的司党啊 马英九刚刚上台的时候 你们注意到没有 金普松他没有做官 他没有读葛 他跑到香港去了 连续区以前 他到阳门山来 特别请我吃饭 我跟他很好的交情 是 我就问金普松 你跟马英九有什么关系啊 有没有什么 断门闭山的关系啊 问这么多直接啊 这么多直接啊 我告诉你 金普松比马英九好看很多了 你们自己去看 他跟马英九好看 两个眼睛非常的有情 并且很深深度啊 是 他笑 我说我怀疑你跟马英九 是断门闭山的关系 他说你什么根据呢 我说你以前美国 罗斯福总统 就是我们现在在台北市 罗斯福的这个罗斯福 他特别欣赏一个小朋友 叫做哈普克斯 他别人都不中用 就中用哈普克斯 别人就问他 你跟哈普克斯 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那么中用他 罗斯福总统说 我这个美国总统 每天门一开啊 进进出出上千 人上百百人 每一个人都向我要好处 只有这个人 哈普克斯 他不向我要好处 所以我中用他 我先进他 可是现在 罗斯福死了以后 哈普克斯死了以后 出了一部书 叫罗斯福和哈普克斯 很多秘密文件出现了 我们才发现 罗斯福跟哈普克斯 有一点段币山的 那种情节 只有段币山 才发生这个现象 我为你服务 我为你条大量 为你挨骂 为你做 基督小道 可是 但是我没有代价 只有这种感情 什么感情呢 这种感情就不是那种 金权的厉害的关情 另外一种感情 所以最近在传说 金普松回来接什么官会 秘书部长啊什么行事 他接什么都一样 他干哪一个 哪个最大 他干我们大安区区长 也是他最大 但是金普松现在还理你吗 他不理我了 其实中信兄不只是说 他可能在哪个位置上 那个位置其实就是权力最大的 事实上你看从马王政争到现在 关于他的传闻确实不断 连面王四次人组他也有份 而且确实去采访过总统府的人都知道 府内的人都是金老师 金老师叫个不停 但是对于马总统来讲 你怎么看 他真的有可能去让金普松 从掌握实际上的权力 对 好的人都知道 打天下跟支持天下 两匹人马是要分开的 金普松过去 是常见的会迎武者 他如果在春节前后 如期的跳上台面 以目前台湾的国会生态 以目前电视争论节目的生态 导致正万件传心 信息先做准备 也不怕人家靠掉 现在是谁怕谁 东风吹战鼓的大家 所以不怕谁 你就回来嘛 接受民意习底嘛 对吧 然后他回来根本不是问题 到心里要做准备 你看那个黑泽民 拍那个电影叫做银武者 武田信玄病毒死了 找个样子很像他的小偷 爬手来做 后来不需要就把他赶跑了 权力是如此的虚假 是寄来的虚构的 金普松先生要醒悟这一点 所以甚至变化讲 求于事不择于人 是形式问题 不是任何天中英文 公民跳下也没有用 最后两年 哪怕金普松回来 建立马脚军体制 也一样一事无成 陷入了拨押政后群了 我举两个小例子 马英九要扎 王近平也做不成 监委要弹劾 黄世民也不成 我是指两个面向而已 都指标的 这个执政团队 党 电池没电 没有能量 我不认为马脚军体制 能改变多少 我举个故事 例子 说明做数据 大家一天天就懂 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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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名 英明之主 他懂得用人 大清盛事 你看 从康熙 末末期 到 嘉庆 道光 同志 潜风 潜风 潜风同志 加一路下去 我读过 清识的稿 大学室 都是最优秀的人才 壮元或前十名 进大学室 类似我们的内阁 组成 但是为什么 这和朝代这样 从前年末期 一路摔摔摔摔摔 摔到后 人就垮了呢 也不过一百年 因为你皇帝不行 你脑力不行 把天上 天下 最 能力最强的人 都找来 照垮 当 当 总统 他的人力 领导力 有问题 把金正恩 这么从找来 也不能解构性问题 我再举个小例子 金正恩 三十岁 对他的孤胀 对政政法如此的 凶残 我相信金正恩 如果六十岁 不会这样做 就人生历练吧 今天的买酒 就像金正恩 三十岁一样 那个幼稚 四十岁一样 才处理问题 才出事 我想我已经 以大清皇朝 跟北韩的这一座解释了 如果马英九 不能解决自己的领导力问题 如果仍然如此幼稚 比如说 基隆小孩那个样子 你看过 1949 不要啦 从民国远远到现在 哪个总统这样做 就叫马英九吧 你想一个领导者 在公开场上 如此的幼稚表现 我认为他的实际年龄 还比金正恩更幼稚 你想期待他的改变什么 一百个金正恩 跳下来 就像大清宝 一百个学生跳下 也不能解决问题 权力 领导力问题 才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亲眼对金正恩 很了解 你刚刚一边看李牙 那个专访 你看一边看一边笑的 最传承是什么 在传什么 他接什么位置 他是讲 他年纪当一个大安协区区长 他权力度是最大 这是马总统 现在一定要好想一想 人家讲说 第一个 人家怪马 怪金正恩 第二个 连断扁扇这个东西 就一直传 你看李牙子 讲的这么传承 你怎么办 我曾经轻易而听过 叶金川跟我讲 就是马市长 在第二任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有两个副市长 一个叫叶金川 一个叫金普冲 叶金川说 金普冲是一个 不怕得罪人的人 换句话说 他敢于扮黑脸 马英九不好去做的事情 会得罪人的事情 都叫金普冲去做 金普冲也绝对勇于认识 我也听很多 当过五届六届 资深事业员的人跟我说 他说 其实外界 都以为说 金普冲好像权力很大 事实上他们觉得 金普冲是对马英九 唯命是从的 这是资深的议员 跟我说的 他说 其实呢 都是马总统 叫金普冲去做 金普冲其实他不太敢 去违逆马总统的意思 金普冲 非得很多黑沟 都是他去执行的 这是我听一些资深的议员讲的 那也因此我会觉得说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之下 可见的马英九 需要金普冲会比较多 因为他可能在这个决策的过程中 觉得很孤单 有很多人的这个意见 也许他也不太喜欢 那长期的合作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部下 金普冲是他最信任 最依赖的 所以他需要金普冲回来 但是我个人倒觉得 金普冲实在是不要回来 因为他回来会使得 现在已经很混乱的这个政局 以及大家有很多话题 可以去谈的这样一个局面 更复杂 所以我觉得金普冲 现在就在美国 当驻美代表 好好地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美国的关系搞好 你其实都不要看那么复杂的问题 那他现在在打连 那连是什么 是要把连拉下来 那一定有他的人要上去 对不对 不然他打连干什么 假如是连圣克 现在民调是最强的人 对不对 那刚刚你怎么辅选 他都来不及 你怎么会去打他呢 怎么会金权自家 然后又把所有的败选政 先把他戴帽子说 东南部双输 你怎么会有钱 东南部你双输 怎么就再说 所以这个你看 所有的事情就是 他有他的人 那这个人是谁 那我看是这样一发 所以他是在后果马时代怎么样安排 这个不要让马面临下台之后的问题 金对谁负责 你不要头壳坏去说金对国民党负责 金是对马英九负责 所以他回来不是在处理其他事情 这些政务对马总统 他已经当过总统了 这件事情对他来看不重要 最重要是他马总统个人 未来怎么面对 刚刚这一个 李鸿讲了很多国民党的一些党产的问题 这个没有司法的问题吗 对 对不对 那这个马总统泄密跟黄世民这件事情 马总统不是共犯吗 是怎么处理马 马后来这些后马 剖脚或者甚至马下台之后 这些事情怎么处理 对 金普总统回来就是要处理这个 所以他必须先把 在马在国民党的权力 先巩固 巩固稳固之后 他才能够处理后续其他的 对不对 那你现在几乎连圣文也讲 怎么大明王朝 朱立伦现在看起来 或者是郝龙斌 甚至吴伯雄也渐渐不听话 所以他回来 现在要先把这一块先处理清楚 之后再来处理其他的 那所以我认为 金普总统回来要干什么 我觉得是要处理司法 所以如果从马王政争开始 关于金普总统的传闻是真的 我就请教纪委员 那金普总显然是 他连在美国遥控 都已经没有办法 必须要亲自回到台湾来 把马总统处理问题的话 那马总统的问题 可能真的大了 好吧 既然提到马王事件 我不要讲正正 马王事件好了 中性一点 我所听到的是不一样的信息 我是听说 金老师的态度 金普总统代表的态度 你也叫金老师 好像是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他认为说不应该这样子 好像处理得这么急 他意思是 好像态度是大概跟无吞吞的态度 那个态度差不多 就是四反折缘 大概 他也是魅王四人官 我觉得他是有点冤枉 就像刚刚慧珠姐所说的 到底是金完全听马的 或是马完全听金的 两边的说法 我觉得是互相 金普总统代表 他五次的大选帮马英雄总统 都非常顺利 而且都是插帆手 马英雄总统对他 我相信 是非常的高度的信赖 推心自负 那是毋庸置疑 至于他们两个的 私下关系怎么样 我就不再谈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他都外面闹飞 可是我敢说 我敢说金普总统代表 现在要让他回来 如果不是非不得已 以他的立场 他不想回来 跳这个火坑 我说在台 在美国 对不对 如鱼得水 我不能讲热不失俗 在那边没有政争 没有火药味 没有烦恼事情 没有难以对接 什么都没有 更没有质询 干嘛要回来呢 如果他真的回来 是不得已 但是各位说他要好 回来好还是不好 我个人的立场 他回来对国民党有加分 或许大家有争议 但为什么说我加分呢 现在马云九旁边的人 太少了 有些时候马云九 他做一些决策 包括马云事件 你看他只找了罗志强 只找了我江苑院长 就找了这两个人 你说金普松代表在美国 也不太方便用电话讲 找两个人 那三个人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有点急救张 你说金普松再一起讨论 或许会更圆满一点 圆融一点 会更狠 那我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至少讨论多元 那现在不管是气势也好 是不是民调也好 我觉得那都可以拉的 为什么 你看我就举民党 不要讲老师讲国民党 讲民党好了 民进党据我所知 张外华县长之前的提议 就是他们刚开始 是翁金珠比较高 他的民调 我很早就一直注意 怎么翁金珠选这么多 是民调那么高 可是到最后还是为民谷胜出 为什么 民调可以扭转 民意可以改变 气势可以改变 相当我道理 生了两年多 我觉得好像不太薄 而且旁边真的 将人也快才进 我有点担心 金珠冲老师可以回来 我也很乐观其成 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不管你们认为说 前马时代后马时代 好吧我就顺你的话讲了 假设真的像成奇迈 你讲的不是我讲的 有所谓的后马时代的话 那也是应该回来帮忙 为什么 因为要结束 你看看两年多 这时间是很紧凑 李登辉总统 十几年前的国安秘资账 到现在特贞组还在上诉 陈水扁 那是陈水扁放的那些冲突到现在 深陷凌鱼啊 来来来 练成鱼啊 深陷凌鱼 对不对 你看还有其他 黄世明 光是一个陷阱案 几十个人去告的话 我坦白讲 既然你们到台湾这么多了 我也不必避讳啊 马上总统一卸任的话 你们不会发动几百人 几千人几万的人 响尽爆来把他告倒 你告了以后 检查官就要受够离啊 所以讲说他很有可能 就是这么一卸任就被抓换钱 其实我们不必会 所以讲说 站在国民党的一个立场也好 站在整个行政团队的一个立场 站在我们现在正需要 这么有智慧的人 来协助马一九总统 处理国政也好 甚至于站在你们所说的 整个收拾上头的立场来讲 也好 我觉得他回来 毕竟我不好 但是我还是重申 我相信他可能不太想回来 躺这躺闻水 为什么 这时候真的是千头万绪 不知从而离奇 所以我要讲说 他们两个 这个马进关系 可以作为财语翻译后的下谈 我觉得那个不影响国家的一些 克林顿总统就好了 发生那么大的绯闻 知识度还是那么高 最终还是看你的作为 你的事实正在作为 让民众生活的好不好 让我们的经济 是不是能够蓬勃发展 如果让大家过得好的日子 我相信 你的事实生活怎么样 现在已经明治打开 应该也不会构成很大的问题 当然